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同样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目楼下面 这个文件是Ficture Table 这是一个家具台 打开 好 Depend 已经打开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它做动作 Link 同样是创建一个不动的一个东西 把不动的作为一个整体 选择它 可以创选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完全选择完的 只要不动的我们示意性的选择一大部分就可以了 选择同意 K1创建成功 好 我们以这个为K2开始创建 选择它 你要习惯用这个鼠标进行旋转缩放 这个选择完了 按F9同意 进行快速的操作的话 按F9 同意 这一个 继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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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它的Link salt f9 继续选择 同意 继续选择 续选择 续选择 继续按IF9同意 好 我们另给全部已经创建成功 现在我们开始创建轴 在每一个甲区上面创建轴 这一个是旋转 好 同意 这个轴创建好了 再继续创建下一个 选择大概的中心 它就会自动捕捉到它的正中心 好 继续往下创建 以次性把它创建完成 按F9 我现在没有直接点这个Except了 直接按F9直接同意了 它就自动会创建了 所以我们善于利用这些快捷键 F9是同意的意思 同意的快捷键 F9同意 好 我们四个轴都创建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创建 关节 不动的Parent 选择它 然后动的 选择这个轴 Axis 选择这个转轴 旋转轴 这样按F10 同意 这个轴上线好了 接一 第二个 Parent它是同样的 都是一个不动的 我们直接选择 Token 这个动的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上面动 这个跟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 切换到F10 选中它 同意 再继续双键 F10 同意 继续双键 选中它 按F10切换到效应 限价 再按F10切换回来 按F9同意 好 我们四个关节创建成功 进行defy一下 前面说过 做每一个动作的话 做好以后 join的做完以后 一定要defy 回到state的状态 edit 我们这里看到了 有四个关节 我们现在开始创建 现在状态 它是一个open状态 如果我们点 现在我们这里面输入open 按F9同意进去以后 它这里open全部是0 我们就直接同意 现在是输入close状态 当然大写了 输入90 状态 这里90 如果是说在我们 在另外两个关节 如果是说是115 我们就可以输入 输入不同的处置 不一定要一样的 115 好 输入成功 输入完成以后 它全部已经闭合了 同意 好 我们这关节已经创建完成 状态也已经创建完成 把它回到 记得一定要回到home状态 再 切换到这里面 重新定义一次 保存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关节是否创建成功 选择它 激活 当前的一个 夹剧的动作 接4 我们看一下 创建成功 接1 创建成功 接2 创建成功 按住中键 拖动鼠标 可以看得出来 切3 创建成功 好 reset一下 jump to home pose OK 证明我这个动作 已经创建成功 对于一台夹具动作 现在大家已经 应该可以自己做了 在我们仿正中 3D设计那边 设计过来的 一套夹具的话 一般是有很多个动作 我们按照这种形式 就可以进行夹具的 一个动作创建了 大家回去 多加练习这一方面 这相当于是 我们做动作的一个 更进一步的学习 好 大家都复习一下 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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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